- 但是我覺得... - 倒進去啦 - 應該要把它拉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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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如果你以那個東西來定的話 - 那當然就完全不像 - 但是那樣子的話就不是華人色彩風格 - 因為美國的文化跟華人文化就不一樣 - 因為美國的文化跟華人文化就不一樣 - 是啊... - 所以我們才會去定義說 - 那你必須要縮減到英雄這種東西 - 我們還是有張回小說 - 我們還是...在文...民間文化裡面 - 還是會有一些奇人意識 - 然後...是我們崇拜的 - 應該把它拉開到這個...這個程度來講 - 那...那你如果拉開他定義的話 - 那西方的福爾模式 - 是不是也算是英雄的一種呢 - 是啊...難道不行嗎 - 可以啊 - 只...他寫超級英雄 - 只是... 相對於漫畫這個媒介而已 - 但是如果台灣沒有漫畫 - 的媒介的英雄 -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東西放寬來看 - 就變成是故事文本裡面 - 有沒有人創作出那樣子的東西嗎 - 那在華人的時間裡面 - 這100年來事實上還是有啊 - 對不對 - 這樣說也是可以啊 - 你現在那個時候第一時間覺得不行 - 只是你覺得那些東西不夠格吧 - 或者你的第一時間聯想覺得他不是啊 - 應該說我覺得... - 就是西方人他們心中所謂的 - 英雄的形象 - 跟華人心中的 - 英雄的形象其實 - 對 - 等一下我們就... - 因為我們那天昨天晚上就這樣討論三個鐘頭 - 其實有規範出一個很有趣的點 - 就是是因為華人的價值觀 - 跟美國人價值觀太不一樣了 - 所以你不能夠假設 - 如果你用美國人價值觀去套華人價值觀 - 絕對不會出現那種超級英雄 - 但是我們明明就還有 - 還是有崇拜的英雄 - 所以我們的英雄定義跟那個美國人英雄定義是不一樣的 - 這一點就是為什麼他從上席開始彈起 - 上席到底是不是 - 他是不是能夠代表華人的英雄 - 然後我的結論是 - 好像沒有 - 那為什麼沒有 -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東西討論到後來我自己也覺得很好玩 - 等一下 - 看一下 - 先 - 可以先講極限反行 - 因為極限反行 - 那個什麼讓陳佑先把它講完 - 然後我來補充一些東西 - 我覺得你可以 - 看書的人 - 做文學的 - 應該 - 應該比我更有更有那個什麼 - 更有感觸吧 - 這樣講我突然有點壓力大 - 沒有什麼壓力大 - 而且還有因為那個什麼 - 每次以前 - 以前看什麼書 - 你知道嗎 - 最痛苦的就是 - 沒有人聊 - 好不好有一個人可以有看 - 那個什麼真是不容易 - 沒叫 - 沒叫 - 沒叫 - 煩啊 - 它會自動捕捉最近的東西 - 這樣 - 所以麥克風 - 只要進來 - 就會立刻 - 麥克風變得有叫 - 媽的 - 我有點好奇 - 楚哥那你 - 你竟然對於那個 - 上記嘛 - 對於英雄的定義 - 你覺得有出路 - 跟亞洲比劃有出路 - 那你怎麼看我的英雄選人 - 等一下再來聊好了 - 不然我極限防 - 可以 - 我也這個 - 等一下我先防 - 那個我覺得那個 - 那個是日本人 - 日本人是 - 日本人的價值觀概念 - 跟我們不太一樣 - 對 - 日本人是非常強調協同論 - 好 - 就是你 - 你生下來 - 你家裡面是什麼 - 然後決定你以後是什麼樣子 - 對阿 - 沒錯 - 不過我的英雄學院 - 我不知道到最後那個綠酒 - 到最後會不會那個 - 不過綠酒是反過來玩 - 對 - 出路路吧 - 不過我可以給熊寶一個線索啊 - 就是你看我的英雄學院 - 你不能講嗎 - 等一下 - 有人對 - 這樣子我就覺得奇怪 - 這樣子有個例子我就想到了 - 那 - 血統論的話 - 我就覺得有個很依賴的英雄 - 英雄漫畫就是 - 以前超人 - 這樣的話就有點 - 這樣的話就有點 - 這樣就有點 - 日本的定義英雄 - 到底是血統論比較巨多 - 還是歸於 - 沒有阿 - 這要看阿 - 要看他最近到底 - 因為很多時候你還不知道 - 因為他梗就還沒露出來 - 是沒錯 - 像火影忍者這種的 - 啊他 - 就是還沒有露出來之前 - 你也覺得他是一介平凡人 - 直到他最後變成了火影的圖 - 那個爸爸是火影這件事情 - 對不對 - 那個什麼孫悟空 - 在還沒有變超級賽亞人之前 - 他的牆也都沒有理由的 - 對不對 - 直到 - 我們知道他是賽亞人的後代之類的 - 對啊 - 等一下 - 我原本其實要講的是 - 你看不管是 - 我的英雄學院還是 - 一拳超人的世界觀裡面 - 英雄都必須 - 必須是要考執照的 - 反正說英雄這個身份 - 他必須是由國家管理 - 然後英雄他必須 - 會是一個正職 - 即便是火影忍者裡面你看 - 火影忍者他們也是有 - 也是有人者學校 - 也是要考試啊 - 也是要幹嘛幹嘛 - 然後才能變成 - 然後你變成正職之後 - 還是有分下人 - 中人上人之類的 - 喔對啊 - 公務員化 - 我覺得又是另外一種 - 公務員化 - 對對對對 - 日本對於 - 這件事情的另外一種想法 - 那跟華人又 - 有那麼一點點差距這樣 - 呵呵呵 - 我也覺得是 - 但是華人有另外一種 - 華人有另外一種東西 - 是福音在那個管制之下 - 對 - 對 - 嗯 - 對像我講那個什麼 - 那什麼 - 報今天 - 就是 - 但是我覺得那個什麼 - 華人一直以來 - 比較沒有法治觀念 - 啊 - 華人的概念 - 基本上是用那個什麼 - 一爆一爆的 - 那個價值觀 - 網路現在又開始斷斷續續 - 討厭了 - 對我聽初歌會斷斷續續的 - 之前那個是嗎 - 看那個 - 日本有一部科幻片 - 科幻的動畫叫做 - Psychopath - 我不確定出個有沒有看過 - 應該沒看過 - 因為我每次 - 代播吧 - 我每次試著看他 - 我就覺得好阿渣 - 啊 - 邏輯回籤 - 什麼意思 - 邏輯回籤 - 邏輯到我覺得有點煩 - 但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 可能是因為我一開始 - 每次他 - 播出來都是從一半開始播 - 然後我都會覺得 - 這樣子我很難看懂 - 就是他們每次播 - 就從第二季開始 - 幹那我怎麼知道 - 你前面在幹嘛 - 我看一看 - 我不知道你在幹嘛 - 我就不看 - 我偷看阿 - 就是那個時間點 - 他釋出的就不是第一季阿 - 現在有第一季的 - 我就變得要隨緣阿 - 就是那個什麼 - 現在有沒有心情看這個 - 啊 - 你自己也知道 - 我介紹 - 像我介紹布袋機給你看 - 你有天天 - 你有麻煩就看嗎 - 你應該是等很久才 - 偶爾看一集 - 然後就不看了嘛 - 人看東西都是這樣子的阿 - 對阿 - 喵 - 我原本是想說 - 因為Psychopath - 會是你可能會感興趣的題材 - 畢竟他也是Cyberpunk - 要看阿 - 像極限返航這種東西 - 如果他的理論解釋超過 - 在動畫裡面 - 電影裡面表達得不好的話 - 我就會覺得他解釋得有點太 - 太釣書包了 - 就算是他的理論很好 - 然後在片子裡面就是 - 那個什麼表達得不好 - 就很難看阿 - 對啊 - 我從第二季開始看 - 他們就一副理所當然在討論這件事情 - 我覺得你們好煩 - 對啊 - 沒有的看機會 - 因為最近看在剛看完 - 那個也是一樣阿 - 拖了六七年才看這個東西 - 一樣阿 - 完全是緣分這件事情 - 當時的那個狀態下 - 覺得那個時候 - 我就怕是過去 - 直到最近 - 我還是吃飯的時候 - 跑那個運動的時候 - 邊運動邊看 - 哇靠這個那麼厲害 - 他的畫面好漂亮阿 - 對啊 - 如果你們沒有人有看 - 假裏成卡巴雷對不對 - 所以沒有辦法聊 - 沒辦法 - 超難聊 - 而且我也覺得 - 那個少就算是講 - 你有看了 - 你可能也感受不太到 - 我感受到的那種 - 感動 - 也是啦 - 太久之前看的 - 因為我是1990年代的動畫粉絲 - 所以我看到的那種感覺 - 哇靠 - 那個國中的時候 - 看到的那種很棒的東西 - 又回來了 - 因為如果你從那個什麼 - 90年代開始看動畫的話 - 你在看最近的東西 - 你會有一種感覺 - 哇靠 - 那個一代不如一代 - 然後每個人都在講 - 這個神作神作 - 然後從我的眼光來看 - 他就是成本越來越低一點 - 然後動作越來越少 - 然後那個越來越賣肉 - 雖然說那個 - 也是有 - 也是有在賣肉 - 但是賣肉也沒什麼不好啦 - 對 - 就是我愛看嘛 - 對 - 但是就會發現 - 他們到最後劇情像 - 劇情越來越單薄 - 然後賣肉越來越多 - 就可能很明顯 - 就大概就是知道說 - 他們 - 有點無以為繼 - 一定要靠那個東西來撐的那種感覺 - 對 - 當看到那個的時候 - 我說 - 蠻厲害的 - 等級的畫面 - 只可惜 - 後半截 - 還可以看那個 - 趕火車似的東西 - 讓我覺得有點完結不保 - 好可惜喔 - 你可以 - 整個可以看啊 - 那個木棉花的那個頻道 - 全集四處 - 對 - 你看完你可以比較一下 - 他跟進級的巨人差在哪裡 - 因為他大概是同一個 - 他是同一個製作團隊做的東西 - 對 - 他當時放棄了那個 - 進級的巨人 - 做 - 那個什麼 - 就是 - 他做了進級的巨人第一季 - 然後之後的東西他放掉了 - 然後就 - 自己去做加鐵城的卡巴內裡 - 然後你會發現他的故事前面還蠻像的 - 是很類似的那種劇情故事 - 超級像的 - 對 - 因為他把火車當成是那個什麼 - 假鐵城 - 假鐵城 - 事實上是那個火車啊 - 他們是會在躲避僵屍的攻擊 - 他們會坐上火車逃走 - 然後火車外面就武裝嘛 - 就會做很多武裝 - 然後把他弄成那個什麼 - 把他弄成那種很 - 易手難攻的那種狀態 - 可是 - 但是 - 主角本身又 - 本身的特性 - 他又變成了他 - 卡巴內裡 - 的意思是 - 因為在裡面的殭屍事實上被他們稱為卡巴內 - 喔 - 就是 - 被人被咬了以後 - 被卡巴內咬了以後 - 也會變成卡巴內 - 但是 - 男主角 - 意外的就是他 - 被咬了卻沒有變成卡巴內 - 然後他們就後來才出現了一個女孩子說 - 你不是卡巴內 - 你是卡巴內裡 - 卡巴內裡 - 卡巴 - 就是你可以 - 保有 - 那個手 - 這種殭屍的那種狀態 - 然後你也跟殭屍一樣是需要吸 - 吃人血的 - 但是呢 - 你擁有理智的思考 - 而且你的那個能力 - 比你的那個什麼 - 戰鬥能力 - 比一般人還要強很多 - 於是這個 - 就跟惡靈古堡裡面的女主角一樣 - 惡靈古堡裡面的女主角 - 電影版 - 你說那個 - 你知道這是什麼 - 你知道這是什麼 - 超風戰士 - 有點像 - 比拉喬拉圍 - 比拉喬拉圍 - 戰鬥機器 - 啊 - 對 - 對 - 然後前半節的故事就是變成 - 就是在描述那種 - 人跟人之間的爭端與不合 - 然後什麼東西 - 然後後半節在收 - 那個什麼 - 就是人跟人之間拿這個東西 - 拿卡巴內這個東西 - 來 - 那個什麼 - 自相殘殺 - 或者是自我傷害什麼之類的 - 只是我覺得可惜的是他在12集裡面就全部講完這個東西 - 讓我覺得很痛苦 - 鋪陳都不鋪的 然後你 - 前面的質疑 - 那個什麼 - 接下來大概20分鐘後就要來收尾 那種感覺 - 好難過 - 希望他可以鋪的更長一點 - 要不然不會讓我覺得 - 我很明顯感受到公司的存在 - 就是一般 - 你會發現其實近期的巨人 - 也是公司 - 只是他鋪的梗鋪的那麼長 - 讓你就是有時間去感動 - 你就忘記他公司這件事情 - 對 -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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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你們有去看 - 竟然這麼早就聊啦 - 等 - 等一下 - 初兄 - 嗯 - 怎樣 - 初兄你這個講的 - 這個 - 這個 - 角色設定怎麼好像 - 是永景豪那個惡魔人主角的一樣的模式 - 他保持理智還有保持那個 - 所謂的惡魔的那種的 - 特有的那個功能 - 但是他沒有墮落到變成是 - 惡魔的那種血性 - 反而是還保持人類的理性 - 我怎麼覺得好 - 怎麼都是那種比較 - 像永景豪那種時代的 - 那種故事都是超多的 - 那種時代的 - 敵我同源的故事在 - 那個日本的作品裡面很長期啊 - 公式啊 - 像假面騎士就是 - 就是這樣子 - 你變成了 - 超越人的存在 - 但是大家也會很怕你啊 - 然後你變成了工具人 - 然後你會覺得你自己那個什麼 - 好像你不是人 - 大家也會在怕你 - 你會覺得自己人就很差 - 對啊 - 初兄我這邊要講一句 - 所以那個 - 看剛天那個 - 假解成卡巴雷里 - 誰在看你身居啊 - 當然大家都在看無名啊 - 對不對 - 對啊無名好可愛喔 - 每次看他的側 - 無名在裡面是太可愛啊 - 因為他是個12歲 - 身材很好的小女生 - 哇 - 簡直是我的菜 - 而且他還 - 剛出場的時候還雙馬尾 - 哇 - 太可愛了 - 然後剛開始看起來算 - 甩甩甩的 - 結果最後發現 - 哇他甩得很有實力 - 當初那個一腿踢過去的時候 - 哦 -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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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刀刃木基一腿 - 一腿 - 哇 - 欸高高啦 - 人設完全是我的菜 - 因為他一出場 - 就是一個不穿褲子的一個 - 雙馬尾蘿莉 - 哈哈 - 知道嗎 - 露出修長的腿 - 跟木雞嘛 - 對不對 - 你看我們這個 - 耳男 - 然後出場的時候 - 然後那個什麼 - 看到男生 - 然後又不會 - 又不會害羞 - 然後會主動過去跟人家攀談 - 這樣 - 對 - 那個什麼 - 你這個人很奇怪呢 - 對 - 好啦 - 我還有事情要走啊 - 然後就跑掉 - 然後最後出場的時候 - 又致意的欺負男主角 - 對 - 就說我需要一個人 - 當我的盾牌 - 我要睡覺 - 然後那個什麼 - 接下來我要自己特訓 - 然後就揍他 - 這樣子 - 然後男生就會在那邊 - 你怎麼可以對我這樣子 - 然後說 - 你能比我那個什麼 - 身體完全就被牽著走啊 - 我沒有釋放力量 - 還比你弱 - 沒有 可是我覺得 - 他們最後真的兩個就是那種 - 兩個在那邊一直不斷放閃 - 還不錯 - 你知道嗎 - 對 - 我聽樹兄講 - 所以你還沒看那個海門決戰嗎 - 還沒啊 - 後面那個 - 海門決戰更甜喔 - 真是 - 海門決戰沒有別的重點 - 就是看甜 - 然後每次看美術本 - 那個什麼 - 那個風格的那種 - 畫的女生都很可愛 - 美術本情願真的太會畫可愛的女生 - 那個可愛的女生看了 - 哇有夠猛 - 當年的黎明美 - 多少當年小阿才心鬆的女生 - 雖然最後一條灰根沒有跟她在一起 - 對啦OK啦 - 可以理解 - 黎明美就是一個偶像 - 像偶像那種的 - 以我的感覺 - 那個無名比黎明美還猛 - 因為黎明美基本上沒有什麼戰鬥能力 - 就是一直不斷的在上面塞奶而已 - 其實你以為就是個小女生 - 但無名是又可愛 - 又有戰鬥場面 - 又有戰鬥場面 - 然後他還會常常換衣服 - 他每次換衣服的時候 - 哇靠 - 你們也太故意了吧 - 他就先放一個定格彩圖 - 甚至我還看到有一張圖是有屁股蛋的 - 你知道 - 就是有看到屁股 - 然後鏡頭往上攀 - 然後他就把衣服穿起來這樣 - 然後那個畫面就是他回過頭來 - 看著他背上的那個疤 - 然後等到鏡頭縮回去他再轉過頭來 - 我想說 - 哇你根本就是故意要讓我看你美背的 - 就是那種美術本經驗式的這種 - 在無名的部分就是在秀肌肉啊 - 他們其實在無名的所有的場景跟動作裡面 - 肌肉就是在那邊 - 就是在無名的身上 - 無名的那個多少花式的那種攻擊動作 - 甚至那個 - 墜落的時候 - 那個叫什麼 - 後空派前空派就是 - 翻個兩圈 - 然後再落下來那樣子 - 漂亮的落地動作 - 靜態的時候 - 基本上就是讓你看他側乳跟他的雙馬胃啊 - 哇就是他穿著一副忍者般的衣服 -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他沒穿胸罩 - 就這邊有一大塊露出來 - 這樣 - 這邊又趁機要吐一下我們阿佑 - 你不是說 - 野澤宏之 - 哲也宏之 - 哲也宏之音樂 - 那個算什麼 - 跟你講阿 - 當初我們一路從那個 - 進擊的巨人 - 然後那個 - 賈解的卡巴內裡聽下來的 - 那個才叫做神曲好不好 - 真是阿 - 還好我覺得賈解的卡巴內裡 - 因為可能我太晚看了 - 就是已經看完了那麼多進擊的巨人 - 然後什麼都已經 - 就是覺得 - 這個應該是七年前的哲也宏之 - 沒錯 - 就是七年前 - 對了 - 是啦 - 就是他當初那個 - 我從近距他一路聽 - 他就是擅長於用那種就是 - 人聲跟那個 - 激昂的音樂 - 電子樂 - 或者那個 - 弦樂這種配合 - 那是他當年的那種風格 - 就是營造那種 - 那個壯碩感吧 - 我覺得 - 不好意思插一下話 - 說到哲也宏的配樂 - 你們有聽過那個 - 他們的配樂嗎 - 有 - 有 - 有 - 我知道這個人是從這部漫畫來的 - 反正不動畫來的 - 蛤? - 這時候聽就 - 哇靠這也太屌了吧 - 對對對對 - 感覺查說 - 欸 - 會假鐵城嗎 - 不是不是假鐵城 - 不是 - 那個我們翻譯有 - 斬服少女 - 斬服少女 - 斬服少女 - 喔這我沒看 - 斬服少女好看 - 對 - 真的是 - 天原突破之後那個 - 對 - 男人的夢想是 - 男人的夢想是 - 用磚頭突破天際 - 女孩子的夢想就是 - 用水手符斬破一切 - 算啦 - 你在講那種聽 - 哲也洪之的第一步 - 沒有我回過頭來想想想看 - 那個什麼 - 最早我聽到好像還是 - 那個戰國巴薩拉 - 那個遊戲 - 我聽的話是那個 - 就是鋼彈UC - 還有一樓 - 鋼彈UC - 他有做一樓 - 對 - 他有做一樓 - 對 - 不過他最有名 - 的確一名驚人 - 真的是獨角獸鋼彈 - 就UC - 獨角獸對UC - 他UC的配樂 - 那個UNICON的配樂 - 就是出場的配樂 - 你不管放到什麼時候 - 那種壯碩感 - 都還 - 我現在一講出來 - 那個音樂都在腦子裡面閃 - 還有那個 - 後面的 - 後面的兩首的 - 那個 - 那個 - 應該算Ending曲吧 - 對 - 第七跟第八的 Starring Child - 尤其第七部的Starring Child - 我好喜歡那首歌 - 我當初一聽到整個 - 雞皮疙瘩式整個拉起來 - 而且還有A妹 - 一定要提那個 A妹真的跟他兩個 - 跟哲也洪之爭 - 是完美的組合 - 你看卡巴內裡的片尾曲 - 那個Nightlight到現在 - 還在我的播放歌單裡面 - 然後Starring Child - 也是我很常聽的音樂 - 這兩首我覺得好好聽喔 - 然後也是正好有 - 有跟A妹跟他的那種 - 那種配合吧 - 也只有A妹可以唱出那種 - 就是又高昂 - 然後但是又帶那種 - 寂寞昂昂的那種曲風 - 就是超級適合的這兩個 - 這兩個配合的 - 哲也洪之爭 - 我聽的最 - 最平凡的主題曲 - 是銀騰英雄傳說的主題曲 - 還蠻厲害的 - 就是因為 - 銀騰英雄傳說新版動畫 - 事實上音樂還好而已 - 但是厲害全都OP - 因為OP都哲也洪之爭 - 哲也洪之爭 - 哲也洪之爭 - 他就是那種真的很善 - 可是這邊好了 - 我也承認配合就讓下 - 這邊剛剛酷一開 - 阿佑玩笑 - 但是我也知道 - 目前閃光的哈薩威 - 不對啦 - 我聽那個 - 講了幾百遍還在說 - 對對對 - 這樣要講 - 我其實有點 - 負荷阿佑 - 就是可能 - 就是風格的轉變 - 就是好像 - 確實沒有這幾年 - 她沒有要熱起 - 前面的那個壓 - 那種 - 她就沒有要跟你燃 - 那麼 - 只是現在的問題 - 就是你們一聽到哲也洪之 你們的內心就期待我要聽到燃的音樂 聽到那個坎隊 通常坎猴對不對 那種畫面那種就一定要有那種感覺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那個 這個就像是你們聽到漢詩季末 在以前從絕地任務到神鬼戰士之後 你知道嗎 真的就會有一種你聽到是漢詩季末 你就希望能夠聽到那種音樂的感覺 所以當時比如說那個什麼 我還記得當時我看到一部電影叫烈日風暴 布魯斯威力的 跟莫妮卡貝魯吉那也是漢詩季末做的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音樂沒有燃 結果後來想說不對啊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在做一部燃的音樂 他不是在做動作片 對啊 好吧 這邊要歪了問一下 熊寶我現在的身體狀況OK嗎 OK啊 我差不多禮拜日的時候就可以出去 禮拜日的時候可以出去 照你規定你可以出去還是你身體已經良好 沒有就是他們會發一個隔離的通知書 然後跟你說會到幾號才可以出去 然後 好像加一天是不是 就是你 就是通報的通知的那個好像加一天 因為那個 現在有一些原因啦 我們現在到底 沒有通知 從那個CPR那天開始算 從CPR那天開始算 CPR那天 CPR那天不是說你收到那個CPR 而是收到CPR的結果的那天開始算還是 不是 不是收到 是從你去測CPR的那天開始算 去的那天 不是說看出來 因為CPR有時候時間有點落差 就是 沒有一方面了解一下狀況 因為那個 就是那個 目前我身邊的確診者裡面 還沒有人 解隔跟治療好那些 所以想知道一下流程 真的假的 因為我是已經有10天 因為我是已經到10天了 然後差不多禮拜日就可以出去 然後做快拆就可以了 但是那個復原的狀況也還OK吧 起碼你能上來就代表說OK啦 對阿 好啦恭喜啦恭喜啦 平安 算平安過關了 因為 因為在我 下的復原來之前 CPR已經快到了 快好了 症狀是不是就 輕症而已 輕症而已 所以就沒有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從剛剛才出來 蘇熊你一開始聊卡巴內裡的時候 有 配合時事獎嗎 沒有啊 所以你可以說跟這疫情有關係什麼 什麼 你不覺得他的故事的前面那些地方 跟我們現行的 有很多的吻合感 我沒想到這一點 是啊 人生嘛 但是我完全能夠理解 不是 卡巴內裡面有強制那個什麼 你一定要上火車之前 一定要脫光光檢查 對啊 那個 神我沒有 剛好燈過 你要完全上沒傷口 只是你不覺得就是那個 稍微有個傷口 啊 確診者 對 但是這基本上沒有成為梗 因為他那個脫光光檢查 我沒有看到畫面 年紀實在 因為實在也是 這個 六七年 有啦 那個 有啦 倉普這個女城主 就是有脫光光檢查了一下 這樣子 因為他的身份不一樣 有裸背 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裡面有一些福利 對不起 因為無名才是重點 可是我們沒有脫光檢查無名 但是無名常常有自己在那邊穿衣服的話 有半裸 但我是 好啦我先表明我的立場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 人類的 對於那種生存時候的恐懼 雖然這種殭屍類末日的作品 都會特別凸顯 那個人類的不理智那個地方 但我後來平心想一想 我就是那種不理智的群眾 因為生存真的是 我不是像森君那樣個性的人 森君那種他能夠為了所謂的 他覺得的正義跟 就是 那個 榮譽吧 就是心中那種 堅信榮譽能夠捨棄生命跟一切的 對不起 小弟子 小人我做不到 我就是個卑微的想要活下來的人而已 所以我完全能體會那些裡面的 那種 那個 一般民眾的心態 可是 那種作品其實你 蘇生你剛前面我稍微聽著講的 有講套路嘛 永遠這種套路都要把那些民眾弄成 你看你們不理智 然後那些在造成混亂 這不是人性嗎 對不對 就不能夠用別的面向來看人類在 那個就是 追求生存這一點事情嗎 這就是沒有不對啊 在我的觀點裡面 沒有不對啊 我就是 我就是希望多妹啊 OK 好啦 既然這樣之後再講幾天晚上 再講另外一個東西 對 想說正好把這兩個搭起來講 好像可以這樣 還有另外一部作品 我最近 那個什麼 因為實在太 沒事情幹 然後又不能出門 因為你知道要出門就會 就會在那邊 我也會有點生怕這樣子 怕怕 對 所以就只好一直在家裡面 然後最近 對 那你們現在都 害怕出門是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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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現在出門都很害怕是嗎? 對啊,你不害怕嗎? 雖然我今天才剛出門而已 熊宝你竟然就無敵啦 我跟你講你這次出來你就無敵啦 你在半年之內就沒有你的事了啦 我還沒講完 我不想討論那個 我只是一個單數說我最近沒出門 所以我打算要看東西 所以你最近不出門,不然我剛剛下面的話題無法繼續 最近看的一個是那個什麼? 另外一部呢 叫做頓治勇者成名路 有人知道這部作品嗎? 啊你把1看完了嗎? 1都看完了啊 然後頓治勇者成名路的特別之處是那個 我還記得那個少上個去年底吧 今年初 我說我看了那個什麼回復數字的 叫什麼?回復數字的什麼什麼?忘記了 重啟人生 重啟人生 然後就有人講說他可以跟另外一部叫頓治勇者成名路 互相回應 這樣子 就是他們就笑說回復數字是棍之勇者嗎? 然後那個 那個 跟頓治勇者成名路可以互相回應 這樣子 然後看一看 我大概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講 這個是有趣的故事 因為那個 我看完之後我就 我靠那個什麼寫這個故事 是不是 有經歷過職場霸凌還是什麼的啊? 他好 他好懂那個東西 他好清楚那個什麼 怎麼瞄出一個人被霸凌 然後 的那個 那種自我懷疑 然後在那邊自我安慰說也許沒有這樣子的那種情境 你知道嗎? 好 我先講 我先看 稍微講一下這個故事啊 反正他是一個被召喚到一世界的那個什麼?定番嗎? 反正這個東西就大家就不用太在意 這種東西是類型 日本動畫類型 你知道習慣就好 就是常常會有 一個類型就是你那個什麼?高中生啊 然後或者是那種大學生突然間 被召喚到過去去 然後有的時候呢你是死掉了 有的時候就是突然間進去了 那有的時候你可能身體還不一定是人的樣子之類的 像什麼轉生成史萊姆之類 或者轉生成蜘蛛啊什麼之類 轉生成骨頭 骨頭骨王算是 對 最近也有啊 那個什麼 但是呢 頓治勇者 他前面的彈書是有趣的 反正就是為了對抗 浪潮這個動機 反正就是那個世界的三不五時就會突然間天空變顏色 然後出現很多怪物 然後開始 開始那個殘殺人民這樣子 然後 算是一種天災啊 天災 那為了要抵抗這種天災呢 所以他們召喚了傳說中的勇者來 傳說中的勇者就有四種階級 四種直接 就類似我們廢特裡面的七種那個什麼什麼 士兵啊 然後槍啊 然後什麼東西 就有所謂的用劍的劍之勇者 槍之勇者 公之勇者跟盾之勇者 這樣子 男主角很有趣 男主角的年紀比另外三個被召喚的那個勇者年紀都稍微大一點 對另外三個都高中生年紀大概十六七歲 然後他呢 他大概二十多了吧 對 然後是個那種 與世無中的男 與世無真的男生 我第一個聯想到就是真的就像陳佑那種型的 你知道 就是 每天 在家裡面那個什麼 就念書的 但是他不用工作 他沒有解釋他為什麼不用工作 但是就是不用工作 對 然後與世無真 就是他對外面沒有特別的那個什麼 是個溫柔的男人 就是一個那種 好男生這樣子 對 可是被召喚過去呢 他們就跟他說明說 我們需要你們來抵抗浪潮啊 然後什麼 但是那時候 頓真勇者齁 就開始覺得有點 男主角就開始覺得有點異樣 就很奇怪 就是感覺起來 召喚他的國王 比較 有的時候好像有點刻意不理他 宣布事情的時候好像是宣布劍蹲跟弓 劍槍跟弓這樣 好像對他們蠻殷勤的 然後 那個什麼 每次當頓志勇者要接換的時候 他就故意不理他 這樣子 他就在想說 怎麼回事 他一開始 我覺得第一集真的很有趣 第一集真的很 他有在描述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他覺得 他是不是忽略我啊 但是 應該沒有吧 是不是我想太多 我好像不應該 我不應該抱著小人之心這樣子 然後 當天給他下 就是當天晚上休息的時候 就是 你會發現 就三個 除了 因為男主角本身是一個 比較於是無真的人 所以他不會有主見 他一開始沒什麼主見 可是 那個常常有主見 都是另外三個 對 槍的啊 然後弓的跟劍 他們就會說 為什麼要把我召喚來這個地方呢 然後 對 其實也是很合理 很抗議嘛 就是我明明在我家裡面好好的 卻要我過來為你殺敵 你們的那個什麼 你們的家 你們的概念也太奇怪了 對 那 殺敵的有什麼好處吧 你必須要給我一些東西 這樣就開始爭取自己的權利 然後 男主角那時候 聽到這三個人 這樣子還覺得蠻佩服他們 哇 他們好厲害喔 他們好會為自己爭取 你知道嗎 爭取自己的權利 這樣 所以他在 他常常就是那種 這三個人講完以後 好像還配合說 對啊對啊這樣子 在後面的那個人 這樣子 然後呢 當天晚上 就先讓他們休息 然後就說第二天 要讓那個什麼 就是會有 會有人啊 來 來加入你 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 看有誰要來加入你 因為 所有的那個三個 四個勇者 他們可能拿到的那個武器 他有一些特性喔 這個武器呢 沒有辦法 他 比如說你拿劍的 你就不能夠再拿別的武器 你有一隻 你是劍之勇者 你就只能夠拿 這一隻 這一隻劍而已 但是你的等級是1 所以你要去練 你要去練 等到下一次的那個什麼 的天災來之前 你必須要練到 可以去抵禦這個東西 可是你的等級是1啊 所以 要有人來 輔助你嗎 要有人帶練 就是你如果玩過線上遊戲 就是有人帶帶你練這樣子 然後 所以 所以你就要找到那些 那種願意加入你的團隊的志願者 對 然後 劍跟弓跟槍 都一堆人 盾沒有人 然後 那時候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大家都志願 大家都不願意來幫我這樣子 然後 有一個票 然後就這樣 就當大家在那邊講的時候 旁邊議論紛紛 然後就好像有謠言說 那個什麼 就是好像聽說盾啊 對於那個什麼 對於我們的世界很不了解 這樣子 所以我們從這個時候 覺得他們有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 沒有那個這個 很廢嗎 其實也沒有這個東西 其實那個時候 後面就大概會慢慢告訴你說 他怎麼回事啊 對 因為他後面其實也有提到說是這個國家他本身的文化問題 就是 所謂的什麼三三勇教這個東西啊 就是那個 就是他們的那個國家的宗教只信這三個 就不信第四個 所以常常會有人講為什麼要召喚第四個來這樣子 對 可是已經召喚來了 然後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彈書喔 有一個設定說 這四個勇者那個什麼 要全都死了 才能夠再再召喚一次 對 所以 你不能夠那個 你只死一個 你 你不能有辦法召喚新的勇者來 對啊 OK 剛剛誰在問我問題 這個講話的是誰 我不知道是誰 是不是那個 PACORPG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你 聲音很小耶 聽不見你 是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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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對 是喔 好吧 這是熊 想話靠近一點 因為常常聽不到 好 來 就繼續說下去 那就讓他覺得沒有人 要答應 要加入他的時候 有一個女孩子說 漂亮的女生就 主動 主動跟他說 我要加入 對 然後這個 頓之勇者就很開心 就哇 那個什麼 有一個善良的女生 然後 願意 願意陪陪我 大家都不願意 加入的時候 他願意陪我 然後當天 他就陪著他去挑武器 然後還帶他去那個什麼練 帶他去練團 這樣就是那種 在原野上面打那種 炮炮 最弱等級的那種 然後 這時候頓之勇者的可可可可 可憐的地方就出現 他不能拿劍 他沒有辦法拿武器啊 所以他只能用拳頭去通歐那個怪物而已 打很久然後才 然後當天晚上 然後這故事其實急轉直下 因為當天晚上那個時候他就被先人跳 那女生可能還誘惑他說 我今天那個早喝酒啊 然後你願不願意陪我喝個酒 男主角還傻傻的說 我今天想要先去休息 玩具的這件事情 結果可是晚上第二天睡覺醒過來 那個時候發現他的所有的東西都不見了 錢啊也不見了 然後那個裝備也不見了 然後有警察來把他抓起來 搞了半天是那個女生指控他強姦他未睡 好肥 然後呢 說不定就是因為他沒有去他那女兒死這樣 沒有那沒看完啊 就是那個 強姦他未睡 然後那個什麼 國王非常的憤怒你知道 震怒 然後就說他要把你強姦未睡這件事情公開給那個什麼 大家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男的就超委屈的說怎麼回事 然後看到那個女生那個什麼 對他頑皮的眨眨眼的時候他一下全都搞清楚了 一開始就是下套了 一開始就是就是故意要陷害他 然後這個男生從這個時候開始再也不相信人性 他就很生氣 就覺得就是那一集事實上把他的悲慘這件事弄得很 很 那個什麼 他聽得到 怎樣 你沒有你少提那個女生的身份啊 沒有他到後面才知道啊 也是啊 那到五六集以後才知道啊 現在的時候都還不知道啊對不對 對啊 那所以他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就 他沒有那部其實把他那種白口默辯 然後又充滿氣憤的這種先進大家都欺負我 然後那個時候我明明就是很需要人家幫忙 可是沒有人要幫助我的那種心情把他很很寫實的描繪出來 然後那時候看著我幹 他好他好能夠把那個被霸凌的那種 我覺得那個時候他們好像欺負我可是 你是不是我想太多啊 那那個時候也許是我想太多他們可能還是對我很善良 然後就自在那邊自我 自我安慰你知道嗎 知道大家突然間圍圍起來圍攻你的時候他突然間覺得人性是破滅 然後在旁邊幾個那種 那個什麼三個勇者也都不相信他的時候他更是覺得那超級委屈 所以很生氣 所以他最後就就就決定要讓自己變成一個非常現實主義的人 那從事以後去接任務的時候就那個什麼 不管幹嘛人家要求他幹嘛 他說第一時間問說有沒有錢 你不用謝我你不用感謝我你就給我錢 然後而且後來用了一些方法就是比如說他就去找了一個奴隸 他去找奴隸商人然後 就是找了一個奴隸讓這個奴隸跟他結成那個什麼團團隊然後一起去打怪 而且我覺得那個點就是當那個團當那個奴隸開始去打怪打了以後 他發現這個奴隸打了打了人然後 得到的經驗值他的自己的經驗值本身也加成的時候 他才知道原來一開始那個女生根本就沒有跟他結成團隊 他就是站在那遠方看到自己一個人在那邊空會這樣 就是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跟他一起的意思 然後 他最後其實我覺得那部片內部作品其實 在前半的前半節的那個描繪描繪得非常好 就是把你幾乎所有的觀眾在看到前半節的時候你都會恨得牙癢癢 好生氣就是弄 那種很像在看那種那種後宮甄嬛傳前面然後那個什麼甄嬛被人家欺負那種感覺 對 只是呢我覺得頓之勇者成名錄的後半節後也是屬於那種後繼無敵的型 對只是他比跟賈鐵城卡巴內比起來 賈鐵城崩壞的比較快 然後頓之勇者呢因為他一走一開始第一季有26集 所以他大概玩到沒有沒錢了啦 對他大概玩到第18集左右才開始 我覺得他那個早有點崩崩的有點嚴重 對但是不一樣的點是頓之勇者成名錄很明顯就是 他的那個什麼成本就 比那個賈鐵城卡巴內比顯然比他低啊 對那個細節作畫細節實在是差太多 所以你看頓之勇者你會覺得很打鬥事實上很沒力 對然後 頓之勇者後面的後繼無敵是我覺得那個角色個性太過溫吞 對就是你你有你前面描述他描繪的這麼慘那接下來 大家想要看到的東西事實上無非就是 你要報仇啊 你要你要讓人家有一個大快人心的感覺可是我覺得他到後半節就是這個主角本身 他本身就是一個溫吞的人他即使他即使那個平反的他也是一個非常溫吞的狀態 所以那個時候於是到最後就只能夠很軟弱的就是指責就是 當最後平反的時候因為他最後發現那個女生陷害他的女生原來竟然是國王的女兒啊 原來是打從一開始就已經是下套的就是當召喚開始的時候國王就已經派著女兒然後去那個什麼故意給他先人跳 然後接下來再栽贈給他就是說什麼你是一個那個什麼就是把他的名聲整個把他毀掉這樣 然後即使後面有王主的人那個跟他 比較跟他比較交好跟頓利用者比較交好然後對方還要把這個女生那個什麼企圖要把跟他交好的王主王女給殺掉什麼之類的 然後還要把他錄下來然後重新剪成一個 哇那個抹黑他的黑韓的影片 哇好現代你知道嗎 就是抹黑你的影片 還知道還知道會剪接的還會倒帶幹嘛的你知道嗎 陰謀變陽謀然後後來 只是到最後他的品款的過程中 很明顯的人家那個什麼 那個王主的人的那個 最大的那個女王 跟他道歉 那個什麼低頭認錯露書宣布跟他道歉 然後那個什麼還 當著他的面然後演出了一場那個什麼 審判自己家女兒跟先生的那種那個什麼的戲碼 然後還當停給他那個什麼算是臨時的臨時他女兒這樣子 然後但是那眼到後來就會發現這個王女事實上心機挺重的 這個那個女王經濟是挺重的他就是 很需要頓志勇者的能力然後 希望他能夠留下來然後要拉攏他所以為了要拉攏他所以他就要不斷的懲罰他自己的女兒 然後要做事要殺殺害他 然後把他砍頭之類的然後直到最後他就知道這頓志勇者這個人就是心腸軟 所以那個 自己辦壞人然後也是那個讓這個女讓讓這個頓志勇者那個什麼自己出來原諒他 雖然說那個原諒之外還是用的另外一個侮辱的方法就是從此以後 他的名字要不要叫做婊子所以從此以後叫這個女生就叫他婊子 全國的人都要叫他婊子這樣但是我那時候覺得哇這好兒戲喔 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很 很不解嗨很解嗨啊就是你 這種這種處理方法 沒有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也沒有讓這個人那個什麼受到報應 我只是一種言語上表面上的羞辱而已 然後接下來的頓志勇者還是繼續當工具人 還是要繼續幫他們除害然後繼續這個什麼解決浪潮裡面的魔物這樣 然後另外三個勇者就是 這一點很有趣因為他裡面描述到因為頓志勇者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那個什麼 靠著快速殺怪然後累積經驗值然後升等級 所以他只好腳踏實地的慢慢去 因為他也沒有錢因為每個月每每個月他們那個王主會發錢給他們 但是頓志勇者已經 已經是沒有那個什麼名聲的所以他們也不會給他錢這樣子 然後即使那個時候要給他錢也故意很故意喔只要一聽到他的頓志勇者然後就給他家 那個時候收費都加貴這樣子 所以一直以來是被歧視的狀態 那 所以頓志勇者該怎麼做呢他只能夠開始到處去經商賺錢 他要駕著棚車然後打獵啊然後混那個時候就是用他的盾的那個特殊能力可以調配一些藥槽然後拿去買錢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笑的就是還有還要去那個時候就是看到當地人的那個時候有饑荒然後他還要布施 然後他還要布周這樣然後最好笑是遇到了一群那個什麼 類似路行鳥的那種種族的時候很餓然後他還要斑鬥然後就還要辦外匯然後做菜 頓志勇者很可憐做這件事情但是呢他後來的描述就是因為就因為他有這些實地的那種實戰經驗很豐富 因為是腳踏實地慢慢的一等級一等級慢慢累積上來所以他的實戰經驗比較強 所以就變成他等級雖然沒有其他三個勇者那麼高可是戰鬥力竟然遠超過他們 然後這後面是滿好笑另外三個勇者的那個能力等級都很高可是每次都很廢 每次遇到那個浪潮裡面來的敵人就打不太贏 然後反而是拿盾的人那個什麼會有一些弄 自己加成的能力值啊然後還可以變成狂戰士之類的 不過 他的後繼無力的點也是 沒有他們是其實我覺得四個勇者理論上應該都有外瓜只是看你會不會運用而已啦 但我覺得那一幕其實也多多少少有在描述說 像頓志勇者這一種二十幾歲的人他 可能那個什麼在必須要被迫出去外面然後自己賺錢自己營生 所以他到最後變成比較接近像社會的那種狀態 然後另外三名勇者就是高中生轉身過去的 然後一開始就可能那個什麼 有很多人幫他們忙 所以他們其實在成長的過程中人就是很中二 所以他們的成長沒有辦法成長到很高的狀態 所以他們可能會有什麼 社會經驗跟那個什麼經驗歷練 還是不一樣 然後頓志勇者可是真的有每個地方跑去去跑 然後還要在當地經商啊 然後解決當地問題啊 然後辦外匯給鳥吃啊 然後另外三個勇者可能早就已經知道說 可以如何快速跳到哪一個地方 都可以瞬間移動過去 所以他們蜻蜓點水式的跑來跑去 一直以來沒有辦法真正累積到那個什麼 生活的經驗 所以他們可能招數可以很炫 但是攻擊力就不太強這樣 這個是我覺得裡面比較有趣的那個什麼他 鋪排的那種暗語 只是可惜的點子 現在拍到第二季 不過第二季讓我覺得他很多事情就非常的水 很多事情講 我會覺得那個故事進展有夠慢的 從某種情況來講就會變成他跟加鐵城卡巴內里兩個極端 加鐵城卡巴內里我感覺起來他應該要再多講好幾集 可是他就變成在11 12集就強行收尾 所以主角本身他這個沒錢了啊 就是所以主角本身他那個就必須要立刻退變成 那個早很快然後是要吃藥讓自己變成怪物 然後那個早連他怎麼到那個地方都不解釋這樣子 然後怎麼解救他也好快就解釋完 對然後你要說他沒有錢嗎 可是他中間還有突然間做一集那種休息的一會 七夕的那一集 七夕那一集超水 對就是一群人在那邊過七夕然後每個人在那邊走來走去 你故事這麼晚 然後後面就趕火車 七夕那邊其實算是把各個角色 你看願望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他是一種寄託吧 可以讓你也是那個tempo啦 前面一直一路打下來需要有一個急速做等於是步調的調整 讓觀眾也稍微清那個心情緩和一下子 而且那邊就埋刀子啦 沒有啊如果你 應該是說如果你是一開始就規劃在12集就要做完的話 就不太會出現七夕那種 戲啊 那感覺起來到後面幾集有點那個整個往下直墜 當然所以 da gun 糟糕我們只是 drain 一點預算趕快把故事講完 одар 然後.....哥哥立刻出現 無敏的哥哥立刻出現 無敏的哥哥原來是壞人 無敏的哥哥原來是原來有野性 剌馬大人 超絕 berry大人 臭壞蛋 生駕馬上就被那個少atore crit 然後他立刻就被操縱了 操縱了他然後立刻就那個時候就殺了生居 生居就掉下去然後立刻吃藥 然後覺得要反擊 全部都在兩集內講這麼多事情 被萊奇撿到對不對 這麼巧就撿到他了 生居的能力跟他自己演化這個東西 感覺起來至少都有 都要三四集五六集然後慢慢演化成 然後到最後變成他吃了一個藥 然後一個外型的改變 然後一個火車直接往他衝過來 他自然可以徒手把他翻掉 然後那一瞬間我想靠北 他想說這太快了 你知道嗎快的讓我 一定是打的藥了對不對 是打的藥沒有錯啊 就是那個邏輯已經那個什麼 沒有按照劇情邏輯是對的 你知道嗎但是你講的太快了 他感覺起來最後一集 我只是說實話 卡巴內里的故事算完整耶 他是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 他本來就是完整的故事那沒有問題 但是你在十分鐘內講完他就變成 超級大型的預告片 你知道所以就你那個情感 還沒堆疊到立刻就已經發生了 所以你只會有花的 黑油中阿蕭的那種情感出現 你不會有感動 沒有你沒有鋪成 所以就會變成那種狀態 對阿頓志勇者的頓志勇者 你為什麼在初期會對於頓志勇者 這個角色 你會很那個什麼很同行他 因為他是花了四十分鐘 看讓觀眾眼睜睜看他被霸凌 然後再花一集的時間 看著他不相信人 然後去去找奴隸 然後接下來三四五六集 那個早才開始鋪陳 他跟那個管熊女孩 的那個情感 然後接下來再多加一個 一個夥伴 管熊女孩就是他的奴隸 沒有管熊女孩就是他的奴隸 而且那個奴隸 那個奴隸到第四集還在被 然後再被弄一次就是 那個時候槍志勇者看到他有一個 那個可愛的 那個時候你玩熊女孩當那個同伴 然後又被人家搖耳朵 聽說他是奴隸 然後心中就覺得哇 你奴隸 你這個人那個時候奴隸可愛的女孩 我要解放他 然後跟你決鬥 所以頓志勇者突然間 就是那個時候被迫要跟槍志勇者 決鬥這樣子 然後只因為他覺得 你用的那個什麼 你用奴隸 我要那個什麼 你違反我們的那個什麼 價值觀 我要懲罰 這樣 那 那就是一直堆疊 讓你真的很覺得說 幹頓志勇者很可憐 然後旁邊的超級巴 然後旁邊的用他們自己自以為的正義 然後完全不了解你的情況之類的什麼 所以那一段堆疊的很好啊 你就會對他比較有濃厚的情感 那裡的 我得老實說 很多我對於角色的情感 是來自於畫面太美 是因為無名太可愛 畫到有夠漂亮 很可愛 至於身居他的 他的那個什麼 熱血跟暴躁 從何而來 你知道 你真的只能夠從配音 然後跟一些閃圍 去感受這件事情 對 然後呢 我覺得身居的個性 還比較像 那個搖屎妹妹 身居這個個性 基本上被搖屎的畫面 對 有給有看過任何鋼彈動畫的人 你就會發現 假鐵城卡巴內裡就是路上的鋼彈 對 那個 那個 假鐵城就是白色木馬 然後那個 開船的人 就是雪拉 就是雪拉 然後 還有那種 無名 無名 基本上是有點像是拉拉那樣子的角色 對 可是身居呢 他就很像飛鳥爭 那種 魅控 奇怪的 不同的角色 不同時代的人 串進來 就是沒有 因為他們到最後角色都會有略微的變化 對啊 像無名這種像拉拉 但是你知道飛鳥爭那個時候 後面不是也有一個 也遇到一個那種敵方的女生 然後跟他有關係有沒有 然後結果他們兩個最必須要對 最後要互相對抗 對啊 在某種情況下 他有一天變體 但是你會發現他故事就是一個那種 路上的白色木馬的故事 我都覺得他到最後十二集的結尾 他的分鏡幾乎跟其中 跟機動戰士鋼彈一模一樣 那我特別想說 哇靠那個也太像了 還真好有那個什麼 機動戰士鋼彈的劇場版可以看 直接把他拿來找來對照一下 幾乎是一樣的 好 來 好吧 這個是我兩個對照 頓之勇者跟那個什麼 假鐵城的卡巴內裡 對 假鐵城的卡巴內裡 那部分起碼那個 陳生死掉的那個時候 我是有 我是有被 觸動到啦 因為其實我還蠻喜歡 他那個好朋友陳生那個角色的 那個 前面的那個力氣力滿滿 那前面就突然間開始跟你講說 我要幹什麼 那個 就是因為他的故事 本來只要活下來 其實你就活下來就好了 也許真的就活下來 沒有 時間就是已經太少 少到就是這些趕快建立關係的那些 都太明顯 你知道嗎 對啊 那那個 對啊那個角色也有對應的角色 就是兩寶 那個保證兩 兩寶陣 龍啊 那個什麼 白色木馬裡面那個 那個什麼 在中間就已經犧牲掉了那個胖子 對啊 然後就是從那件事情開始 然後凝聚了他們整個 整個艦隊的那種 的那種團結力這樣 對啊 至於身居的身居的形象 基本上阿基拉 阿基拉加鬼玩人 手上都還有一個釘槍 斷手釘槍 對 就是 他還批那個披風 但是批那個披風 就很阿基拉 OK 好啦好啦 好啦 觀眾投射在上文 所以無法理解立西亞 為何聚焦這麼多 但我覺得有趣的點是 那槍頓之勇者有一個角色 是我意外 覺得很喜感的 就是槍之勇者 好 一開始 好像那個什麼 你會很氣他 因為他就是被騙的人阿 他就是一個被那個什麼 被那個女生然後咬耳朵 然後就覺得那個頓之勇者 就是個壞蛋 然後就跟他 就跟他對決這樣子 可是當後面看到那個 那個女生叫什麼 天使翅膀的小女孩的時候 然後他又在那邊覺得說 飛落 飛落 他又在那邊覺得 又是那個什麼 又是槍子 又是頓之勇者 那個什麼 這個耳男阿 又去奴役了另外一個可愛的女孩 但他自己本身的表情說 我超蒙天使的阿 然後那一瞬間突然間覺得 他竟然一個畫面讓我突然間 不討厭他了 你知道 不討厭他的原因是因為他太笨了 蠢的蠢的有點過頭 然後蠢過頭反而就會突然間覺得 反正他是個智障所以情有可原這樣子 而且他有趣的點是據說他還有自己的作品 他有外傳 他有外傳 是槍子勇者的故事 突然間我迫不及待想要看這傢伙 這個笨蛋他的故事有多麼好 多麼蠢 你知道嗎 好想看一下 知道 好吧 這是這個禮拜 連續追了兩部那個馬拉松玩的那個 槍子勇者 頓子勇者成名路跟加鐵人的卡巴內 對 所以頓勇第二季也是 嗯 就是 因為我看完 我只看完第一季 然後就跟你說一樣 他的 打臉力道不夠 我就這樣說 我也覺得打臉力道不夠 就是很 很沒feel 第二季有打回來還嗎 沒有啊 第二季更慢啊 對 第二季的故事事實上是介紹 林歸國這個 類中國的那個 國度 因為第一季幾乎全部都是在主角 叫他們那個地方 然後就是什麼山永教的那個新生的地方 然後裡面有暗示那個什麼頓友想要去別的國家嗎 對不對 然後也就是告訴你說這個世界還有別的國家 然後到了 第二季開始的時候就在告訴你說那個另外一個國家有一個龜 然後會開始那個時候不斷攻擊人 原因是因為 如果當用他沒有收集到足夠的力量然後對抗浪潮的話 然後就會開始攻擊自己人這樣子 所以必須要把這林歸殺掉 然後 故事大概是講這邊 那個可是我老實說我看到第五集的時候我都覺得哇這一切真的好多 然後啊就是他們在那邊 感覺起來應該要很精彩 可是怎麼會 那我覺得就是都很沒有活力的感覺 可惜 好 槍有外裝 確實蠻好看的 好吧 我找機會來看一看 那是漫畫還是 那是漫畫還是情小說 那是有出漫畫 有出漫畫 我可能看比較快一點 對 好 好 好 這是那個什麼 我這樣 怎樣 你要補什麼嗎 我這樣聽起來就好像 我從這個作品好像大家很喜歡 老是用很 有比較強大的主角 呃 尤其是蹲著勇者這樣子我聽起來 我應該我知道大概去像怎樣 我感覺跟 一群超人的起運的主角也是很強 但是被 很容易被 他明明都已經是 呃 在他一出拳就把事情搞定 可是他 必然會惹出一些端子 比如說 他個人那時候被 他拯救的成 他他 其他人那時候 我們S級的等英雄 然後去要想辦法把隕石拒 阻止那一次 阻止那一次的危機 然後前面那些英雄都沒辦法解決了 就靠他的一拳就解決 可是他很諷刺就是按照那制度來講 英雄學會規定就是他是C級的 這個很現實一個問題就是說 呃 他的 明明大家都照上帝視角來看待 都知道奇遇比 所謂的他的那個 門徒啊 吉洛斯或是銀牙那些人的實力是很強的 強到是一拳就搞定的那種的怪物級的人物 那 就是被其他那種 先前被他有 有仇恨的一些 同樣是協會的成員 然後就是背心什麼 背心兄弟那一對人 然後就用輿論來刻意去煽動人家 他們用一種絲綢的 公報絲綢的概念去 導向一種輿論壓力 就剛才促兄講那個的 頓自由者很像是 表面上是那種 呃 你 一種虛構世界 可是就是很貼切的把那種氣氛 講得出來說是現代的輿論的那種的 氛圍很容易被左右 我覺得明明就是一個 你會替主角爸爸補品 明明他已經 是明明他就才是真正關鍵救了人 然後去幫忙去協助這方面的人 那每次看到主角這種狀況 真的覺得 哦天哪又來了 每次看到這種輿論壓力 然後每次要 把 把那個主角這樣子 把半黑臉啊 或是要給他承受這種 呃 狀況之下 我覺得看了真的覺得 哦 覺得這種套路是怎樣 都是很 很愛去 強調嗎 是日本這種文化是怎麼樣嗎 還是要諷刺什麼嗎 因為我聽這樣動之勇者 又看到一群超人 這種狀況不只一次之後 我覺得真的 日本是很喜歡 搞這種事情嗎 還是要記憶什麼事件嗎 我真的覺得是 有什麼要反應的嗎 我真的實在 每次看到這種作品的時候 我知道我知道啊 對啊 因為我都可能遇到這問題啊 他要讓你更能夠理解 這個角色的狀態啊 如果他寫一個 完全都不會遇到問題 你就會覺得他跟你不像了嗎 嗯沒錯 對啊 那一拳超人 不過一拳超人 跟頓之勇者不太一樣啊 一拳超人 事實上他有 非常想要做的事情 而頓之勇者 則是他其實 沒有什麼人性 他是沒有什麼人生目標 可是卻一直被欺負 他才開始斷定一個非常現實主義的一個價值觀 那中間呢 其實他 在幫助這些村民的時候 開始夢就是 慢慢的曝露出他自己是一個心地善良 願意幫助別人的人 但是他每一次都在想著 這不是我要做的事 我總有一天要回去的 反正這些人都很討厭 我他們都在欺負我 我為什麼 我要為了他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常常在講的自己要回去 直到呢 頓之勇者後面的一個救贖 他的救贖是什麼 有人愛著他呢 他的晚雄女孩奴隸愛著他呢 就是很希望那個什麼 很希望這個男生可以跟他在一塊之類的 他自己都沒有自覺啊 然後這個大概從第三集就已經開始已經曝露出來 就是 因為那個什麼他 也都是那種蘿莉養成那種狀態 因為他 他撿到那隻 晚雄種的女 亞人的時候 女孩的時候 是一個 小女生 所以第三集的故事 基本上都是在 在講一個男生一直在 逼迫 一個小女生 戰鬥 然後那個小女生 哭著說不要之類的 然後直到這個男的最後 以身去擋他 然後跟他講說 你快逃沒有關係 然後這個女生才會在那邊想 才在那邊進入他的心裡回圈說 我不要我再不要關心我的人再離我而去了 所以他就終於吃了那個 克服他的害怕去吃了那個那個什麼小怪物這樣子 然後他們才終於成為 那個 晚雄女孩才終於成為了 盾之勇者的劍 對 他是在後面的一步一步才開始去 原來還是有人愛著我 原來還是有人關心我 然後我好像還有留在這個異世界的理由 這是慢慢的斷定人生目標 所以我要注意他跟記住他 他要做的只是因為他覺得 路見不平拔到像素是我的興趣 當然他還是會不爽 他會覺得為什麼那個什麼 每次都沒有那個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悶 我沒有辦法使出我拳腳 每次都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 很痛苦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他做夢夢到一個 既然可以讓他大展手腳 他醒過來覺得 幹 真夢真好 好 對 那個是一個那種高處不聲寒的 一個頂端的那種很悶的感覺 你知道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讓我大開手腳 然後可以打一場 沒有 他太強了 所以故事永遠都在吐這個場 這兩部作品很大的不一樣 對 好吧 OK 來吧 應該說我可以理解兄娘說 太套路了 但說實話 這是讓讀者比較容易 帶入角色的方法 因為我覺得 起碼以我個人的人生來講 多多少少都會被人充康或這些 我們多少都會覺得有一點 我 為什麼會失誤碰到這種事 我明明沒有要害人啊 我只想要做好 我 我想做好我份內的事情 為什麼會被充康 對不對 那 可是 畢竟這就是社會嘛 對啊 你不害人 人家也不見得說 一定會對你友好 但是 最少的情況下 我們 自己把 先伸出手 你對方要把它拍開 或者是 願意握下去 那是對方的選擇 但起碼 我們先做好自己的事 但是 願意握下去 有點 有點老話 聽起來有點曖昧的 噁心啊 握下去握哪裡了 用力的握下去 還搓一搓這樣 馬的 開車啊 我們要一棒相交 這樣子 我們交流交流 好肥啊 強人所難 難上加難 是不是 不要這樣子 現在才十點半而已 不要太早開車 沒有啊 我其實覺得這個反而是 異世界版裡面比較 他算是 在前面的鋪排比較有趣 雖然啊 這種東西也並 在一般影劇裡面並不草見啊 對啊 就是 我這邊怎麼要 要 我一定要歪樓講一個東西 因為雖然還有兩個月 所以促兄 我們剛剛講 異世界這種迫害這些的 你有看過異世界過來的舅舅嗎 或者有翻異世界叔叔那一套 我有看漫畫 第一本 對 他今年七月要動畫畫啦 對 哦 我知道他今年七年七月要動畫畫 我超期待的 而且還是紫安五人 配偶機上 讚啦 哈哈 對 對 受騙以後吃東西沒味道 可是這東西沒後續 你知道 第一季一直有一種那個時候他在吃東西的畫面 然後每次都點最便宜的餐 然後他每次都給那個什麼小女生點 兒童餐 對 但是後來 好像沒有任何形容說他吃東西有味道 然後可是我又覺得這好像不太合理 吃東西沒味道的人為什麼做外衛大家會覺得很好吃 這不是很奇怪嗎 沒有味覺的人怎麼會做出好吃的菜 你是有 你沒有看過那個什麼 國王排名嗎 國王排名不是有告訴你說這個味覺有問題的人 那做出來的東西是充滿毒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自己不覺得那有問題 所以他會吃很刺激性的東西 可是別人吃立刻就會覺得是劇毒 然後 好吧 吃東西有味道 沒有我沒有聽到任何一句講這個東西啊 有嗎 還是我自己看肉 看太快就那個什麼 就給他過去了 我覺得好像溜掉了 好吧 OK 我怎麼突然想要飲食男女當初裡面狼熊大狼熊跟那個他那個就是 我的味覺死掉了 那個他那一段 味覺死掉以後做的東西怎麼還會好吃 你知道嗎 因為吃東西這件事情很微妙的啊 應該說他本來如果很有經驗 像狼熊弄了 他那個故事裡面弄老師父的話 那也許還可以 但是對啊 尚文好像沒有交代尚文的那個 有交代他之前 有嗎 你們找到那個片段那個什麼 再告訴我 讓我回去複習一下 也許我真的看太快了 然後很多東西溜過去 那就是在一個 在一天內那個什麼 一兩天內連續看了26集的那種的情況 所以我到後來覺得有幾集的超脫了 就是他沒有 就是讓我覺得 這個東西好像不看也沒關係的那種感覺 反正大家在意的 不是尚文的味覺有沒有回復 是看拉福的突然一下的那種成長的 對不對 一下從那個蘿莉然後變成 是還好啦 我覺得頓之勇者的美術 就真的是普普通通的狀態 就是他常常會出現動不動 就要人就要歪掉的那種 那種危險狀態 然後再加上人設 基本上是比較沒有個性的人設 所以比起來 加鐵城卡巴內裡 就是 就是完全是剩在美術本經驗的人設太可愛了 真的是很懂得那個什麼 知道說那個圓案如何維持這個圓案的魅力 然後一平一笑 一個特寫 我戀愛 就是在秀肌肉 他有好幾幕 他有好幾幕是那種 讓我覺得我好像在看以前 Edge Game的彩圖 你知道嗎 那種CG圖的那種感覺 對像有一部是那種 那個什麼 男主角身軌突然間那個獸性大發 想要吸血 然後一把抓住倉普 把他壓制 你知道兩隻手就把他那個什麼壓住這樣子 然後那個鏡頭的角度 是從那個什麼 倉普的那個胸部底下然後往上攀的 往上往上仰拍的 然後那個畫面想 哇幹這根本就Edge Game 那個接下來就要脫衣服了 你知道嗎 就這麼靠北 就是他那個他那個彩圖很懂得抓那個觀眾的眼球 你知道 還有無名被壓 無名被那個隧道那個什麼壓制住的時候 然後問他說痛不痛 然後這個鏡頭是從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無名的側乳然後 然後緩緩的往上攀 然後我想哇靠你也太厲害 你很懂得我們男生的觀眾 男性是凝視的這個視角在哪裡 你知道嗎 然後好啦 那個時候好像在上個禮拜 有人在那邊講說 哇你那個什麼 講這個男性凝視還真重 廢話 看這動畫全部都男性觀眾 當然男性凝視啊 一定是這樣子的 沒有辦法 對啊 好吧 好 好